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人认为苹果公司应该为手机成瘾负责 苹果公司最近在Sahose召开的年度大会中 包括发表了iPhone的新功能 其中就包括协助用户戒掉手机成瘾的APP 用户可以在睡眠时段设定请勿打扰模式 让自己在休息的时候不受手机干扰 还有APP可以追踪用户使用手机的时间 同时设定每天使用特定应用程式的时间限制 苹果公司的主管就说 让人上瘾的应用程式很让人担心 这并不是苹果公司的初衷 健康讯息要提供给家里有小宝宝的父母 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提醒家长 药房贩售的婴儿长牙止痛药还有麻醉成分 对宝宝不但具有危险性严重还可能致命 两岁以下的孩童使用风险更高 还有本佐卡因成分的麻醉止痛药 会导致罕见的血液状态 引发致命的呼吸问题 止痛成分还会干扰血液当中的含氧蛋白质 造成呼吸急促 头痛和心跳加快等症状 美国小儿科学会也不建议 婴幼儿使用缓解牙痛的药膏产品 医生建议家长可以按摩婴儿的牙龈 来缓解疼痛的症状 其实FDA在10年前就已经对含有 佐本卡因的产品发出警告 不过相关疾病和死亡案例仍然持续发生 现在FDA已经下令 要求含有佐本卡因的麻醉药下架 完全退出市场 FDA也敦促家长 不要再使用含有佐本卡因的非处方药 治疗孩子的牙痛问题 感谢收看 我是李挪亚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